土地公尼福德 结束了六年的旅外生涯之后 今年不仅在下半季 重回中华职棒的怀抱 加入一大犀牛队 同时也再度获得国家队青睐 披上睽違已久的中华队战袍 就是蛮感谢 还可以再入选中华队 那也是希望说 有好的表现给 各位球迷观众大家看之外 也想要好好表现出 这几年在国外磨练的东西 那有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尼福德过去曾经是 中信金的王牌投手 不过球队在2008年解散的隔年 尼福德加盟了 顶特旅老虎队 成为台湾棒球史上第一位 从中华职棒转战美国职棒的球员 并且成功登上大联盟 尽管之后受到伤势困扰 展开棒球浪人的生活 由于反台打球却又经历不少风波 但是尼福德个性乐观 没有因此被打倒 成功回到中华职棒之后 表现渐入佳境也获得肯定 我还是不会累 因为我刚回没多久 给人家喊累的话 有点太不过意思了 那就是也是刚好就是 季赛结束之后 然后借着这一次中华队的集训 也是可以算是当作秋训一种 那其实体力上都还够 只要有尼福德在的地方 都充满欢乐笑声 他依旧是投手群的开心果 串联老中青三代投手的感情 这次十二场比赛 预计担任先发投手一职的尼福德 对于自己被交付的任务 没有太多想法 他只想做好本分 帮助球队赢球 打出精彩比赛 再回馈给台湾穷尼